台湾的桌球神童小林同学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那么就大谈这次的奥运经验 她还现场示范招牌必杀技反手拧 那么林玉如还亲自带队 带大家去吃她最爱的早餐 她也分享了自己的小烦恼 原来她好在意她脸上的痘痘 然后她很爱那种敞篷车 妈妈就说 如果小林同学交女朋友了 就可以买了 公式热身就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林玉如正一镜 正在展现教科书等级的正手对攻 台湾桌球黄金混双组合 接受华世新闻台帐陈雅玲独家专访 现场还原奥运赛前高水准热身动作 小林同学还教学招牌必杀技反手拧 你是从里面这样子打出去的 对于她可能会多加一点手腕的动作 这个等于说就是你可能一般街法球的话 以前比较传统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做进攻 然后这个等于是一个比较突破性的技术 低调话少了林玉如出登奥运殿堂一战成名 现在更成了宜兰的骄傲 这回云如美食带路带大家去吃她最爱的宜兰在地早餐 从日本回来第一个我就先吃这个 从日本回来 东京回来 小林同学早餐就爱吃馄饨面 一边吃面一边分享青少年烦恼 原来脸上的痘痘让她超级在意 很困扰啊 很困扰啊 因为你不在意 我超在意 那你有试过什么吗 什么都试过 是有去做脸 昨天有去做脸 另外私下的小林同学更是个暖男 专属物理治疗师爆料 林玉如对自己的团队超大方 我们练习都蛮辛苦的 那我们结束就是 偶尔会吃个东西放松 那他都会慰绕一下大家 对 就无论是多大的餐 甚至到快一万也 除了桌球之外 国民精神的喜好也成为焦点 令玉如曾说自己爱跑车 但想买的话 妈妈开条件了 玉如喜欢什么车 现在还买不起的车子 那妈妈将来会允许她买跑车吗 有女朋友的话可以去买 有交女朋友吗 听到感情话题 小林同学有点害羞 感情状态到底为何 还有林玉如正一进步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都在陈雅玲独家专访 完整内容请锁定周日晚间八点 新闻高峰会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